14. 信報財經新聞,人民幣拆倉金管載租52億資金結月龐大港加息了最後,2015年9月5日財經 A4人民幣拆倉活動不減,令港持續偏強,港元兌美元週五再度足及強方兌換水平, 金管局在市場承接美元,注入51.93億港元,為一週內的第四次在市場注資,下週二銀行體系結月將升至3238.17億元, 除罰交際人民幣定期存款到期,市場人士預料,未來數月仍有人民幣拆倉活動,期間會再觸發金管局出手, 在旁大資金結餘下,縱然美國本月加息,香港加息時間亦有機會滯後, 港強非資金流入股市金管局週五放慢絕後,港營緊貼於強方兌換保證的7.75水平, 曾無行00011執行董事馮孝中指出,本港週四假期,港輕微回軟,週五開始為7.7505水平, 其後逐步回升,港股收市後,港再足及強方兌換保證,觸發金管局注資, 這反映港強勢與外遺資金關係不大,並非有資金流入股市, 相信是人民幣拆倉活動持續所致。 他解釋,過去投資者持有人民幣是基於貨幣費穩定,並有利息收入, 現在關注費風險,股市下跌,投資者靈把到期的人民幣並傳轉回本幣。 由於投資者包括企業的人民幣並傳年期普遍為1至3個月, 料未來數月仍會有人民幣拆倉活動,期間說會再觸發金管局在市場注資。 馮孝宗認為,目前銀行體系資金傑越龐大,還嫌美國正式調高利率, 香港加息的時間也會嚴重滯後於美國。 渣打香港金融市場主管陳鏡木分析,港股偏弱,不覺有疫情流入, 金管局注資相信與人民幣拆倉有關,與里岸人民幣激交約的現象吻合。 他表示,未息人民幣拆倉活動是否持續,為目前港緊貼強方兌換保證, 金管局隨時要再接貨,回購運作將採雙邊協議另外,金管局公布, 就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的日間及隔夜回購協議, 將由雙邊回購協議取代三方回購協議,11月23日生效, 新的雙邊協議不會影響參加行通過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獲取日間及隔夜人民幣資金的運作方式, 唯一改變是金管局會直接向參加行收取利息,不再經人民幣清算行。 同時,利息支付會每天結清,而非如現在般按月結清。 本港人民幣清算行中銀香港02388指出,去年底金管局為參加行提供人民幣回購服務, 並由中銀香港在業務流程中提供支援, 隨隔此統配套逐步成熟。 現在金管局宣布將進一步優快人民幣回購業務流程, 未來參加行無論是選擇與金管局或清算行辦理有關的回購業務, 均可通過本港人民幣系統自動完成結算交收, 有關安排可以進一步提升回購交易運作效率, 有助於推動本港人民幣市場持續發展, 財經人民幣賊倉金管再轉52億資金結月龐大港家息了最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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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